我们蒸蒸想 为人饮熟 净土法门 为人饮熟 无量受尽 这是历人 历业别人 最殊胜的利益 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 也没有比这个利益更深 这是真实的利益 不管他信不信 大臣教佛唱书 一立而根 永违到终 只要他听进去 听一句 听一声佛号 这个利益都是 究竟圆满的 这一生 他不能忘塞 他没得受用 来生后世 遇到怨了 他就得受用 我们自己要冷静 观察思维 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是怎样遇到佛法的 是怎样才相信佛法的 最后是怎样相信念佛法门 我们才能体会到 祝福所说的 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如果不是 其而不舍 也就是 学佛 这一生当中 没有中断的 最后你会相信这个法 如果学习中断了 到晚年不学了 那这个利益 这一生 等不到 要等来生后世 那么要想弘扬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劝一切众生 自己 自然会提升 而且得真正的利益 这个利益是佛宝 得大佛宝 可是自己 必须首先 断尽 疑惑 如果自己 还有疑 这个疑 很小 很少 可是 只要这一点点疑惑 到念佛 往生的时候 可能障碍你 不能往生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什么人能够顺利往生 没有丝毫疑惑 对于经上 这个注解里头 字字句句都没有疑惑 决定 的神 神到西方 一切落实际 你善 圆满 力 圆满 没有一样 不圆满 智慧 圆满 福德 圆满 向好 圆满 成就圆满 自立圆满 度他 圆满 这个法文 能不学吗 极乐世界 能不去吗 真正 歧入境界的人 真正是 释迦 摩尼佛的学生 是弥陀 弟子 应该把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锁定 定在西方极乐世界 定在清净阿弥陀佛 我到极乐世界去 清净 阿弥陀佛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 每一个往生的人 到极乐世界 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教你 而且是一对一的教学 那不是很多人在一起 阿弥陀佛一个人教我 是真的 那一个人教我 别人呢 个个人都看到阿弥陀佛亲自教我 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化身 有多少学生 就有多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弥陀佛 跟真神 是一不十二 丝毫差别都没有啊 你想学什么 经教 他就教你什么 那我们猜想 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科目 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想到了 肯定还是这一部无量寿经 为什么 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 里面包含了 圣方三世 一切诸佛 所修所设之法 都在这个境中 妙计了 这个境透了 一切境自然就痛了 还会随别的吗 无量寿经包含一切境 云荣一切境 世处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法是在无量寿经之外的 真妙妙极了 所以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的 死心塌地 绝不会再变更 再改学其他的 绝对不会 但是我们对其他法门 对其他的经典 我们都欢喜赞叹 像善财同志一样 你看善财无事善财 他自己修学的是念佛法门 是往生进度 但是对于所有法门 他都赞叹 没有批评 没有回报 为什么 全是佛说的 是不同根性众生 这些不同根性的众生 他们要真的发生之后 全学无量寿了 到最后 最后一招 华严经上表法告诉我们 普贤菩萨 射大愿望 倒规极路 就是统一 不管你学哪个法门 最后 学念佛法门 到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你就真的大愿满 妙极了 大惊 大惊 表法的义趣 他的甚深的意思 去向我们要懂 要不懂 那就白学了 方老师当年 把华严介绍给我 没有讲到这么深 他只讲到 华严这部经 非常了不起 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首概论 为什么呢 他有方法 有理论 有真实的理论 圆满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这是全世界 古生献献 典籍里都没有的 没有带表演 华严精 五十三餐饰表演 做出来给你看 如何把经里面讲的道理 讲的方法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待人 解物 善才 跟五十三位善知识 来表演 这世界上没有点 这世界上没有点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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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